许多民众用脚筋消毒时 应该可以感受到它快速蒸发的过程 但其实风干过程 它也带走你皮肤的水分 喷洒酒精搓揉几次 这样的动作长期会造成 手部皮质和角质层破坏 有民众酒精碰上皮夹 出现吞色痕迹 就可以看出刺激性 它的飞发型这样高 长期使用的话 这叫人手的皮肤的角质的水分 油脂会大量流失 这叫人手部会干 其实皮肤表面本来有菌从 在维持表皮平衡 但若过度使用酒精消灭菌从 皮肤会脱水变干 严重脱皮 菌裂就是破坏了保护膜 高龙度酒精遇到火光 可能会有危险性 使用后一定要等风干才安全 相较之下 有医师提出次氯酸水温和也能杀菌 顺便上的次氯酸水 PH值5到6.5都有 它的弱酸性跟皮肤皮脂较相近 比较不刺激跟消毒效果也不输给酒精 到底次氯酸水是哪一点比酒精还要不好 它没有酒精的刺激性可是杀菌力是更好 所以我跟我自己的家人 其实都是用次氯酸水附上一些佐证 我觉得申请常委一类曾药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医美名义詹富盛说 次氯酸水一届过往就有使用 在美国FDA甚至核准作为眼药水 要到政府的层级出来 做一个影片说 不要用次氯酸水来喷手 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严格的一点 拿出专业客观讨论 辟谣次氯酸水的误解 比酒精性质更温和 但同样能达到杀菌效果 记得要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